银行们到底借了多少钱 美联储缩表名存实亡了 今天银行板块又出了什么大事呢 第一共和银行FRC今天又跌了26% 看来昨天大银行们的豪华阵容并没有提振多大的信心 那么FRC会不会步硅谷银行的后尘呢 TikTok可能真的要被禁了 今天发言人直言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威胁 通用汽车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这和它的第二大市场有关 那么就开始今天节目吧 今天市场开盘后就一路下挫 最终三大股指都全线收跌 其中标普500和道雄斯指数都跌超1% 纳斯达克跌了0.74% 板块方面 今天金融板块领跌跌超3% 房地产板块也跌超2% 科技和通讯交流板块跌幅最小 仅为0.11%和0.48% 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动荡的银行板块 本来昨天银行整体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可后来美联储公布的一组最新数据又引发了市场的恐慌 整个银行板块再次下跌 也拽下了整个市场 那么究竟是什么数据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呢 银行的后续发展会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昨天下午 美联储公布数据 截止到3月15号这一周 美国的银行们总共向美联储借了1648亿美元 其中 贴线窗口 Discount Window借了1528.5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作为对比 上一周只有45.8亿美元 这个贴线窗口是美联储传统的流动性工具 银行可以拿着自己的债券向美联储借钱 不过这一窗口不会按照票面价值给钱 通常有一定的折价 就比如说你票面价值是100美元 可能只能借走80 所以才叫Discount Window 这个贴线窗口上次发生如此高的借款额 还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银行们总共借了1110亿美元左右 还不如这次的多 除了这个贴线窗口以外 美联储因为SVB事件 推出了最新的斗底窗口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BTFP 也被借走了119亿美元 这个窗口的抵押物则不需要折旧 除此之外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借出了1428亿美元 主要是给最近几个出问题的银行提供资金 这几项加在一起 这一周 各大政府机构总共借出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金 来稳住银行业的情况 这些举措也就让美联储的缩表政策名存实亡了 根据彭博 这一周 所有的各种紧急借款加在一起 把美联储之前的缩表努力直接砍办 整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又扩张了4400亿 但这似乎还不够安抚市场的情绪 JP摩根的分析师们就预计 最终美联储他们可能要向市场注入2万亿美元 才能够停止恐慌 不过这是最坏的情况 如果只看那些不受联邦保护的存款的话 这个数字大约是4600亿 确实 现在大资金都在寻求银行以外的避嫌港 从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向上 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趋势 3月15号这一周 整个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净流入 创了2020年4月以来的新高 涌进了1209.3亿美元 其中机构占了1000亿 散户占了200亿 整个货币市场的规模也突破了5万亿美元 这则创了07年以来的新高 虽然投资者很恐慌 但是实际的经济呢 根据高管培训和咨询公司 Vistage Worldwide 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调查 有53%的中小企业主认为 经济会变差 只有9%的认为情况会好转 反映了他们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 可当被问到自家企业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却截然不同 54%的企业认为他们会涨薪 还有更大比例的企业认为 公司的利润会上涨 而不是下跌 这个样本包括了1400家企业 而且这样的回答比例 并没有因为银行事件而发生变化 代表着企业主们仍然有信心 Michigan消费者信心指数 今天也反映了类似的结论 3月 消费者信心下滑了 从2月的67% 下降至63.4% 是4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 但是主管Joanna在报告中指出 这个月的下滑 基本上发生在硅谷银行事件之前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收集了85%的问卷 阿吉比较倾向于认为 正是因为硅谷银行的事件影响不大 所以Joanna才必须这么澄清 如果对于消费者信心有很大影响的话 他更需要强调剩下15%问卷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说明 银行业所造成的恐慌 目前还是局部的 并没有蔓延全国的影响 调查显示 低收入、低学率和年轻一点消费者信心不足 还有那些大量持股票的消费者 信心这次也下滑得比较明显 阿吉认为 银行们的大量借款 并非真是因为自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为了防止潜在的挤兑风险 对于挤兑风险 只要美联储承诺兜底 民众的信心就回来了 危机很快就能解决 这和08年金融危机时 银行面临的大面积坏账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倒认为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另一方面 大家别看银行管美联储借了很多钱 似乎美联储又在向市场释放不少流动性 好像缩表前功尽弃了 但是其实这样的流动性 最终不会真正流入市场 流入经济 美联储虽然借钱给了银行们 但是目的并不是让他们放贷 而是为了保证银行存款不被挤兑 银行借了钱也不敢放松借贷 因为这些紧急的借款 一年之内必须要还上 银行反而会因为最近的挤兑潮而收紧借贷 所以我认为这些钱最终不会流入市场 不会对通胀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这个看新闻频道最近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阿吉知道我们观众对财经新闻的关注是很高的 市场的变化太快了 我们也需要及时的保卧动向 美洲团队呢 为了满足更多观众对于看财经新闻的需求 在美头圈上推出了最新的功能 每股每日总结 每天四点收盘后的一个小时内 美洲团队会给大家精心挑选 当天最值得关注的五件大事 并用最简直的文字来展现给大家 你每天只需要花两分钟的时间 就会对当天的市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另外之前有观众一直反映说 想要看阿吉新闻的文字稿 这样阅读的效率会更快一些 好消息是 以后阿吉新闻的文字稿 也会在美头圈同步更新了 你只是要点击最新的视频 选择你想看的内容 在视频的下方就会看到对应的文字稿了 而上面说的所有功能全部都是免费的 网页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这顶评论了 赶紧过来看看吧 昨天我们聊到11家大银行协300亿 去救第一共和银行FRC 结果这个豪华阵容只让FRC的股价反弹了一天 今天又大跌了26% 那么FRC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倒闭的银行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 首先可能有观众会好奇 这几家大银行是怎么达成协议的 根据彭博的报道 周二 JP摩根的CEO Jamie Damon和美国财长耶伦正在通话 耶伦提出 要不你们这些大银行给第一共和银行放些钱 Damon认为可行 于是就打电话给其他几家大银行 通过两天的疯狂协商还有争执 使一家银行同意注资300亿美元 并至少存放120天 这个举措是希望这笔钱能够拯救FRC与水深火热之中 或者至少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直到他找到一个买家能把自己接下来 哥伦比亚公共政策的教授表示 如果真的能够成功 那就是双赢 本来这些大银行这几天已经饱受诟病 因为他们在不停地吸收那些小银行的存款 感觉在趁火打劫 但现在他们向市场展示了 他们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但昨天盘后 FRC的股价继续下探 今天再次跌超26%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荣誉教授指出 市场可能解读为 这300亿美元的新存款 可能已经避免了存款人出走 但是他并没有为银行增加任何新的股本 股东的风险还是非常高 Webwich的分析师就同意了这个说法 他认为有85%的概率 银行会被接管 届时股价为零 有15%的几率银行能够恢复 但是因为资产大幅度流失 只会值35美元了 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价 把这两个情况结合起来 就只有5美元 著名投资者Bill Ackman更是表示 这个行为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隐患 昨晚他发长推指出 财长耶伦这么做 把FRC的倒闭风险扩散到了美国最大的银行 这些对金融系统极其重要的银行 如果没有政府施压的话 是绝对不会做出这么低回报的投资的 冒着恐慌扩散的风险 给FRC注入虚假的信心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 随后他提出他的方案 Ackman表示 FRC不是硅谷银行 它管理做得好 资产充裕 服务质量高 广受客户爱戴 它只是运气不好 被拖下水了 不应该破产 这时候政府应该暂时让存款保证扩展到全美 这300亿的资金不够透明 只会让市场往更坏的方向向 我们现在就必须制止恐慌 事件已经超出了私营部门的范围了 决定权都在政府的手里 Ackman提出的方案也反映了 最近政府举措产生的问题 大家都不知道政府要保到什么程度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 恐慌依然存在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下面哪家银行会出问题 政府会不会保呢 如果没有大面积保证的话 其结果只能是一家跟着一家发生挤兑 现在是FRC 那接下来呢 阿吉回想到了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政府救了贝尔斯登 但是没有救雷曼 而正是因为低估了雷曼的影响 才有后续的大崩盘 并不是说这次会发生像雷曼那样的事件 而是说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正在给市场带来风险 而就在市场最需要政府给出明确态度之时 美国财长耶伦昨天在国会采访的时候却说 并不是所有超过25万的存款都会受到保护 那如果我是一个拥有超过25万额度的企业或者个人 这个时候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分散化 把自己账户里的钱分成低于25万的小块 然后存在不同的银行里面 何必冒这个风险呢 但是这样做 无疑会增加挤兑的概率 不知道耶伦是怎么想的 另一边瑞幸也不好过 即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又跌了8% 据了解 Morningstar的数据表明 公司3月13至15日三天期间有超过4.5亿美元流出 公司表示 自家流动性的覆盖比率 也就是应对资金流出的能力 截止到3月14号依然没有变 但是Morningstar强调 自己的数据具有滞后性 如果未来几天也这样流出 对于瑞幸来说很危险 看来瑞士央行540亿的信用额度 也安抚不住投资者 阿吉认为 很显然央行和政府的兜底并没有彻底打消民众的疑虑 存款流失的现象仍然在发生 挤兑的风险也并未完全消除 这在短期内仍然会给银行股带来不小的风险 但是长期来看我认为情况应该会逐渐好转 当民众慢慢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存款流出的问题也就会慢慢得到解决了 接着我们来看两个和中国有关的消息 TikTok可能真的要被禁了 根据公司的发言人 美国国外投资委员会 一个跨部门的监管集团 已经向公司提出威胁 说必须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分开 要不就会禁止公司在美国运营 美国对于TikTok的顾虑由来已久 政府担心APP当中的美国人的数据 会落入中国政府的手中 早在2018年 前任总统特朗普就已经提出 TikTok必须出售 得成为一家独立的企业才能够在美国运营 但当时没有结果 而TikTok表示 这样的强买强卖 不会解决美国监管曾担心的国安风险 他提出开设一个15亿美元的项目 来保护美国人的数据 发言人Albert Wetter说 如果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目的的话 那么改变所有权并没有什么用 这并不能阻止数据的流通 最好的办法 是用美国的系统来保护用户的数据 保证公开透明 同时加上第三方的监控 这些我们已经都在做了 也有分析指出 出售和禁止没啥区别 TikTok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算法 但是不见得底层的算法会被允许出售 如果TikTok没了算法 那么体验就会直线下降 而且如果真的打算禁止 执行的问题也需要弄清楚 CNBC报道称 甲骨文是TikTok的云服务提供商 网络服务公司像Verizon也有协助运营 还有应用市场 这些地方的指令都必须很明确 才能够完成禁令 但是国外投资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就说 我们只负责裁定TikTok是否要被分拆出售 又或者是否要被禁止 并向拜登政府提出我们的建议 这些相关的第三方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不论如何 TikTok被禁这个议题被第二次提起 大大提高了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昨天消息一出 美国的社交媒体 比如Snap和Meta就出现了大涨 根据Insider Intelligence 在2023年 美国的成年人平均会花55.8分钟在TikTok上 相比之下 Snapchat只有30.8分钟 Instagram只有30.6分钟 可见TikTok给老牌社交平台带来的挑战 如果TikTok被禁 先有利于Snap和Meta提升短视频领域的市场份额 获得更多用户 通用汽车GM在中国是越来越困难了 根据CNBC的数据 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5% 下滑到了9.8% 自2004年以来首次跌破10% 虽然不少人认为这个锅应该由新冠疫情来背 但市场份额的下滑 从疫情前就开始了 CNBC采访了34岁的科学老师Will Sandin 他说来中国之前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买中国车 但是最近我买了辆未来的ET7 我那时候想找辆大的 舒适的车 最好还有点快 未来那辆看起来就很酷 现在它是我在长沙最主要的代步车 当被问到他还考虑什么其他品牌的时候 他说 理想小鹏都有考虑 但是别克和凯迪拉克就算了 他们的牌子还不错 但是很贵 面临太多的竞争 很多意想不到的竞争 别克和凯迪拉克都是通用底下的品牌 而除了通用汽车以外 美国的其他品牌在中国也不好 另一家大厂福特的市场份额也受了挤压 但是通用特别值得注意 这是因为公司基本上只剩两条腿了 一条美国 一条中国 欧洲的业务已经基本上关闭了 而公司的南美洲业务太小 不足以影响大局 通用自己似乎没有宣布太多的举措来改变中国的现状 反而刻意淡化中国对公司财务表现的重要性 CFO在10月的财报会议上就说 中国市场对公司财务表现并不起到关键作用 现在GM在中国最畅销的就是武林宏光 自从2020年以来 这款车已经卖了超过100万辆 带着走走购咨询公司的总裁就表示 现在中国市场变了 消费者开始认可中国品牌了 这就很难搞了 如果质量相当 国外品牌不再具有优势 反而逐渐变成劣势 特别是现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品牌首当其冲 阿基认为 通用汽车有这样的处境一点也不意外 中国就想靠着从油换电的变革中 夯实自己的汽车产业 成为电车领域的领导者 而传统车企在这个变革当中的困难是巨大的 所以我对于通用汽车的态度一直就比较悲观 或许它真的能够成功转型 但是我是不太看好 而既是转型成功了 有一点没有变 那就是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会日益加强 对于像通用这样的国外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处境 也会越来越难 最后补一条小消息 在阿基结稿的时候 第一共和银行FRC又被爆出 正在私底下找其他银行或者私募筹集资金 公司将会发新股来完成这笔交易 目前盘后跌了14% 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正是极其动荡 三代股指涨跌不一 几乎纳斯达克本周涨超4% 标普百涨超1% 而道琼斯指数则微跌0.15% 看来银行板块的大利空并没有影响到大盘的走势 反而因为利率下降 利好了科技股 板块方面 本周通讯交流板块涨近7% 科技涨超5% 能源和金融板块领跌 跌幅分别为7.02%和6.09% 利率方面本周国债收益率曲线全线收跌 没有任何国债收益率超过5%了 主要是加息预期受到了银行事件的冲击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暴跌7% 收到了3.44% 整个利率曲线变得更陡峭 石油方面 由于银行恐慌引起的衰退交易逻辑 导致石油暴跌13.5% 本周收贷了66.22美元一桶 美元则变化不大 仅跌了74个基点 DXY收贷了103.86 本周中大的宏观消息当属各大银行事件了 硅谷银行的母公司 今天还宣布破产了 美国银行则说 他们对于收购Signature Bank没有兴趣 瑞幸和瑞银也相互嫌弃 拒绝合并 还有第一共和银行FRC究竟会不会倒下呢 这些都得持续地关注 零售数据和PPI数据有些降温的迹象 各股方面 微软和谷歌都推出了新的AI功能 来强化自己的办公软件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二早上10点 乘务销售数据 周三下午2点 美联储利率决议 下午2点半 鲍威尔记者会 周四早上10点 乘务销售数据 周五早上8点半 耐用品数据 9点45 S&P Global制造业服务业PMI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一盘起的拼多多 Foot Locker 周二盘起的腾讯音乐 盘后的耐克 GameStop 周三盘后的Chewy 周四盘起的General Mills 以上就今天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事实输出不易 而且全民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